就在昨天新北市长朱立伦宣布跟微笑单车合作 将首推全新北市第一站的EU Bike试办计划 并且将在明年4月导入淡水区试办 交通局表示借由EU Bike的设置 可以搭配既有的捷运路网、公车路线 还有即将营运的淡海轻轨 形成一个绿色低碳的运输服务网 昨天新北市长朱立伦与微笑单车刘金标董事长 参加新北电动辅助EU Bike试办计划 并且宣布全新北市第一站 将会在明年4月将导入淡水区来试办 交通局表示淡水区目前有18个EU Bike据点 但有些地方因为空间的限制无法设站 加上淡水地区道路坡度起伏大 借由EU Bike的提供电力辅助 以及站点轻型装住的特性 可以克服这些难题 加上当地的多元生活形态 有住宅 学区 商圈 观光景点 可以搭配既有的捷运网路公车路线 还有一江营运的淡海轻轨 结合EU Bike形成一个绿色低碳的运输服务网 所以我们预计在跟五下单车合作 预计在明年4月在淡水推出所谓的一个电动版 电动辅助公共自行车 就是EU Bike 那我们预计初期会提供300辆的一个车辆 那淡水地区其实它的一个地势 有部分的一个起伏 所以很适合这一种电动辅助版的一个自行车来做骑乘 因为它在起步或上坡的时候 它会给予一个动力 让你骑乘起来更方便 那另外其实淡水地区 其实它本身有学区 有大学 有商圈 有老街 那平常日通勤通学 假日的时候 它就可以转换成一个休闲 一个旅游的一个交通工具 交通局表示EU Bike 就是EU Bike结合电动辅助 让市民可以骑得更轻松更远 车辆本身就具备电力与通信 借还车辆的功能 从原本的车柱移到车子上头 设站时就不用受电力的限制 也不用再挖拐线 更可以在有限的街道空间内 快速的设站 而未来在淡水 也将会大幅提升 设站的弹性与密度 因为我的电动版的 电动辅助的EU Bike EU Bike 其实它在设站的时候 它的车柱 它不需要有电力相关的设施 它所有的租借的一些设备 都是在车上可以完成 所以我在设站的时候 我的设站的一个空间需要 就会比较简易一点 所以我设站的一个密度 就可以布得比较广 那民众在使用上 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交通局表示 除了提供悠悠卡 借车之外 也增加了手机条码 租车功能 EU Bike 配置高容量的离电池 满电时 平路可以续航 50公里以上 而微销单车公司 透过电力管理系统 可以及时掌握 车辆的电力状况 维修人员可以 随时检修更换电池 而明年初开始 淡水将提供 300辆的EU Bike 并且增加 简易型的停车柱 民众可以体验到 更多公共自行车 所带来的便利性 记得许多安逸 带学生报道 服装 断ide 鸠 钮 傅 断 鸡